麵包模 今次教做一個很普通和很簡單的小式 模具有分開三份的 它就是一個盒的東西 我用了自己家製的烤素麵包 然後材料是隨意的 我也是用了火腿蛋 這個煎餅就是之前我媽媽在日本買回來的肉籽煎餅 如果你打三隻蛋的話 它的份量都會比較厚 所以一開始就用火鏟去攪拌一下 然後再捲回一個蛋捲的形狀 然後再煎一煎火腿 材料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就放一塊麵包 它會打生熊貓的形狀 你蛋和火腿的份量都不可以放太多 要不然就壓不緊麵包 最後就合上另一塊麵包 就可以合上帽子 然後就擠麵包形狀出來 完成了 然後再壓緊那邊 不然怕它會彈出來 如果喜歡的話 就可以放進煎餅裡 再烘一烘 變成金黃色就可以拿出來 剩下的麵包碎怎麼辦呢 就可以把它切粒 然後再加糖 下鍋炒一下 這樣就變成一個 特別一點的小吃 就可以了 完成了 之後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在樓下留言給我 或者在Instagram Facebook也可以 之後再見啦 拜拜 拜拜